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已经学习街舞四年了 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是幸运的 我觉得我就是一名超级幸运儿 她是一个冉冉生起的星星 多彩少年奋勇向前 亲爱的观众朋友 欢迎您收看中央天使台综艺频道 为您带来的节目 多彩少年 大家好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彤 大家好 我是绿泡泡 我们好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在节目的一开始 按照惯例呢 我们首先要为大家介绍 到场的各位嘉宾 见证团的三位嘉宾分别是 中国科学院心理学博士 景小娟 歌手 王岐 台拳道项目国际裁判 张娜 欢迎各位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我们 挑战裁判团的三位裁判员 他们是全国武术冠军 随天起义 成都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武术冠军宋翠芳 贵州省TV5专专业队总教练 周森林 欢迎三位武林高手 欢迎 我们的节目想必大家 已经非常熟悉了 多彩少年的 十一档少年成长励志节目 是的 每一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少年 只要挑战成功 就可以入围我们的 多彩少年年度的少年英雄吧 来吧 今天的多彩少年 他们会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多彩少年 奋勇向前 今天首先出场的 一号少年挑战者 是一位功夫少年 他习武的时间其实并不长 才刚三年的时间 但是功力亦非一般 正所谓自古英雄出少年 掌声有请一号少年挑战者 闪亮登场 姓名 徐静昊 所在地区浙江金华 年龄九岁 身高一米四二 基础技能武术 技能指数八星 开朗指数八星 严肃指数爆表 欢迎你 欢迎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叫徐静昊 从小爱那爱动 六岁的时候帮忙看见一家武馆的招学员 就抱着试一试想法 给我报了名 没想到接下来三年的时间里 不管光下雨 我都是第一个到武馆的 从没请过一天假 不怕哭也不怕累 我在练习武术时 表现严肃 曾来有笑 因为我认为练习武术时 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 所以很多人都叫我严肃哥 谢谢大家 同为习武之人 这个表情却不太一样 看我们台下的两位老师 所以你叫严肃哥 这样面对着大家 给我们来一个最严肃的表情 一 二 三 走 好 一切感到了一股杀气 我跟你讲 把我吓到了 真的 就那一哈 我感觉那个掌智就到我面前了 咱现在还没看见这个武术怎么样 但是气势绝对有了 气势是有了 但是我们台下就坐的 有两位武术冠军 你别看他们现在 笑容可击 笑容可击 慈眉善目 我跟你讲 人家要是真是亮起相来 那也是不得了 给我们来示范一下好不好 好 亮相动作 好 来 让我们感受到 实不相反 距离不近 但我有一种头皮发麻的感觉 气势逼人 那女孩子会不会亮相好一点呢 你别说 这还真就是只有习武之人才能带出来的这种劲儿 二位老师刚才这个亮相 你觉得怎么样 严肃哥 感觉很有珍惜 感觉又有霸气那个 有没有把你给震住 没有 习武之人就是要有胆识 是不是 不能轻易地被吓倒 我跟你讲 但是光有这个严肃的亮相还不够 我们要看一看你真正的实力了 所以你今天你挑战的内容是 我挑战 翻跟头 没说错吧 你这孩子上来这价那么高 最后挑战个翻跟头 这说不过去吧 这翻跟头太容易了 对 像我们虽然不会翻跟头 但插不住我们有专家 对呀 输冠军 就是 还有我们的这个街舞的教练 没错 那翻跟头还有王岐哥哥 那翻跟头都是随时就来 对呀 你这翻跟头会不会太简单了 作为挑战内容 那我翻的动作 台下的各位老师不一定会 年纪轻轻的口气不要太大 你的翻跟头台下老师不会 怎么可能呢 你不就是普通翻跟头吗 不一样 不一样吗 是的 真的吗 真的 敢当着老师高手的面展示一下吗 可以 那我要是把两位高手请上台来 就是一左一右站你旁边 你觉得有这个气魄 跟他们比试翻跟头吗 有 有请二位武林高手上场 欢迎两位上场 欢迎二位 一般离得远 感受不到那种压力 只要是站在身边了 感觉就应该不一样 二位一起走上来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一种压迫感 现在往你的身边一站 孩子 紧张不紧张 不紧张 真的不紧张吗 知道 刚才已经说了 你的翻跟头有所不同 所以接下来呢 就得给我们展示展示了 好不好 好 我觉得啊 可以这样 看一看 如果说两位老师 一看你这动作 人家现手一年来都能做 那就算你输了 好不好 如果你翻的跟头 他们学不上来 你就可以提要求 好不好 来 第一轮 看看我们 挑战者 多彩少年 给我们带来的是 怎样的翻跟头的展示呢 很厉害 怎么样 二位 这叫什么 后手翻 对 后空翻 对 最后那个叫 原地后手翻 对吧 对 他完成的程度 你觉得可以打多少分 如果打十分的话 我会给他9.5分 给他比较很高 爆发力也很强 其实我们小徐同学 你别看这个简单的翻跟头 最多翻过多少个 告诉我们 我曾经36秒 连续翻了52个后手翻 当时老师把视频报到网上时 人民网 新华社都给我发新闻点赞 连续翻52个 要不要看一下这视频 你看 东阳横电某步行街上 你这旁边这大哥是全程在 厉害了 看得出来我们翻跟头这个不是说一般的翻跟头 还是具有了相当的水准的 但是我觉得这两个动作后手翻后空翻对二位来说应该不在话下吧 没有问题 好 随老师给我们展示 过 注意看这个速度和力度 干净利落 来 小宋老师 小宋 我做他最后的那个侧空翻 好的 好 所以小徐同学一说挑战翻跟头 我们就一直在劝你 对 说这翻跟头就是太普通了 你还不听劝 虽然你翻了52个 虽然新华社人民网为你点赞 我们都承认 但是我们要做到的是你能做的 两位老师做不了 这才算咱们赢 对不对 这样吧 小徐 就是如果说你翻的跟头 两位老师翻不了 对 那么我们就替你邀请两位老师教你一套 他们自己的绝招 好不好 但是人家要翻得了的话 那就你要继续翻到他们翻不了为止 好不好 好 好吗 可以吗 两位老师 可以 可以 所以接下来小徐同学 你还有什么看家本领吗 行 给我拿一个眼罩 我要蒙上眼睛 翻跟头 好 蒙上眼睛 翻跟头 我跟你说 人家 你不管别的 人家小徐就是特别有习武之人的 你看人从一上场说话 一直都这个地方 行 我就蒙上眼罩 翻跟头 对吧 有机器 对吧 你不是开玩笑吗 我不是 这个蒙上眼睛说实话 平时我们走直线 其实我们玩过那游戏都有点难 尤其转两圈之后走直线都走不住 这翻跟头还真的是挺见功利 那我们现场来见识见识好吗 来 上眼罩 小徐 你紧张不紧张 不紧张 真的吗 真的 小徐 你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随时说 好的 练的时候没有发生过什么太大的偏差吧 有时候发生过 会怎么样 有时候就是翻着翻着歪嘛 有时候还会摔倒那些的 那我们这样 反正大家在舞台上一起帮你看着 如果但凡有危险的可能性 我们就随时喊停 好吗 好 来 加油 好 小徐同学现在要展示蒙眼翻跟头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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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请把眼罩摘下来 还能走直线 没问题 蒙眼翻后空翻的 它的难度是在于平衡性 因为它是蒙着眼 你看正常人有时候走的路都会摔倒 不能走直线 它这个是它的平衡 以及核心力量掌控的非常好 平常在我们就是闭上眼睛 哪怕是我们站在这儿 其实也不太容易这样站得很稳 他既然能做到就是现在 他能蒙住眼睛这样打后手翻 就确实很厉害了现在 那么问题又来了二位 这个动作二位有人能做吗 我可以尝试一下 可以尝试一下 对 徐同学一直在鼓掌啊 觉得刚才我们徐老师的这个蒙眼翻跟头怎么样 我可以尝试一下 郭安利亚 跟你相比呢 不好说 不好说 显然没有你做的那么的干净利落 不过因为老师确实是平时很少这个练习嘛 你可能是平时练习这个练习的也比较多对吗 是的 他特别逗一直都很淡定 刚才您要翻的时候 有点紧张 你是在替谁紧张 孩子替你紧张啊 但是觉得我们的隋老师表现的还是很不错的 对不对 是的 总之我们的要求是这样 只要你的这个动作人家做上来了 那就不算是你获胜了 直到他做不上来的动作才可以 所以你接下来还有没有更难的动作了 有 这翻个跟头还能翻出什么花来 对 是真有吗 真有 咱们那个认输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对 对吧 两位都是冠军 输给他们不丢人 真的还有吗 有 有什么动作 对我们讲讲 我可以左右手单手地翻跟头 单手交替后手翻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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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哪 哇 我的天哪 哎呀 哎呀 这以前还真没有见识过 对 单手后手翻的 交替而且是 单手后手翻 它讲究的就是它的核心力量 和它的手臂的一个力量 然后它可以均衡地 给两个手臂都同时 就是灌输一些相同的力量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 非常好 也非常的厉害 对 现在其实做到这种 这种单手后手翻的人 应该是不多 您能尝试一下吗 能尝试做一个 能尝试做一个 是吗 是吗 一个也行 我们来看看 好不好 好好好 哎呀 这许老师 那老师们也是 也是 不遗余力啊 也是 厉害了 小旭同学又紧张了 小旭同学又紧张了 是吗 尝试着一个右手 单手后手翻 左手就 左手就比较困难 对 左手就比较困难了 对 我觉得首先要为我们的 隋老师的勇气 和他的这个实力来鼓掌 很厉害 谢谢 谢谢 但可是 可但是 您这个不算呢 他叫单手交替 哎呀 后手翻 必须得有交替呀 光一个还不行啊 所以如果交替的话 您能 能做到吗 这个我就甘拜下风了 甘拜下风了 对 那合了 这轮你胜出了 小旭 可以提个要求了 哎 要是都不会的话 你得交我一套武术 哦 交套武术 是的 嘿 这个要求我觉得 作为武林中人来说 也不过分嘛 对 好不好 好的 刘老师 好的 现场交咱们小旭一套武术 好 您最擅长的是 地躺拳 地躺拳 主要挑战 蒙眼睛单手后手翻 超过20个 蒙眼睛 单手连续后手翻 超过20个是吗 是的 曾经达到过20个吗 没有 注意看啊 来 老实盘 穆一旦 好 你看 看 钻子 瓶槽 你看 呗 按164ится 浪 Nevada 保持药 扔出 老实骤 Somebody 小伙子特可爱 他不管是在这个台上表演的时候 还是在侧台当观众的时候 都是一贯的风格 好 练 就是发自内心的那种 而且是满面笑容 对 以他那个练功的时候 那种严肃的表情是截然不同 满脸的羡慕 但其实两位老师我跟你说 对 各有各拿手的绝活 你别看了 如果你要是还想学到小宋老师身上的绝活的话 那你就还得翻一套跟头 就是小宋老师翻不了的 对 好嘞 还真行啊 还有 不是 你的单手交替都已经展示了 还能有什么难度吗 我可以单手交替头 刚才是左手交替的 现在我只用一只手翻跟头 就一只手右手 是的 不交替了 是的 对这一个支撑手手臂的力量要求极高 对 能翻几个 你没想要我翻几个 口气不小 你说翻几个就翻几个 从这翻回那个横电 那不行了太远了 我们飞强六加一翻七个 好 不真的 别影响你一会儿挑战 七个真行吗 真行 好 有请 来 余静昊 过号准备 单手连续 后手翻 小宋老师不要笑 对 接下来 接下来就是看您怎么接招了 翻后空翻这些确实不是我的强项 所以我认输 但是小宋老师也有他的强项 您在刚刚结束的成都大运会上是获得了男刀项目的冠军对吗 对 所以说如果连续单手后空翻这个难度动作不能够现场跟着我们的小同学一起来学的话 您会给我们带来一段怎样的展示呢 那我就把男刀的动作交给他 想不想看 行 好 有请 有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不知道我们的摄像机镜头 第一 宋老师的动作 捕捉的完整不完整 第二就是我们小徐同学的那个表情 还有那个发自内心的那个鼓掌 不知道刚才捕捉到没有 我发现这孩子是真喜欢武术 是不是 知道 看两位老师刚才的一个表演 你有什么感受 感觉还有那个厉害 这孩子特憨厚特可爱 而且就感觉真是爱武术 在旁边老师呢还没打呢 真好 就这种感觉是不是 太棒了 所以说我觉得小徐同学 这次收获太多了 是的 那个要不要感受一下 小宋老师的男刀 要 天 行 你看还很有自信 咱们小徐同学的确是酷爱武术 每天训练的时候 这武馆是几点开门啊 小徐 九点 你平时几点去 七点半之前 七点半以前就到了 自己给自己加练 正是有了这份热爱 我们才看到在舞台上 他的这个表现 谢谢 谢谢 来 给两位老师鞠躬致谢 好不好 习舞之人各有的礼节 感谢二位 谢谢 谢谢 其实我们知道小徐同学呢 练习武术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对吗 对的 从几岁开始学的 六岁 那你觉得这三年的练习 自己有什么变化吗 计较了我不按手机的毛病 以前胖乎乎的 现在还变得很健壮 以前不讲礼貌 我在练习武术时 老师经常说 习武先习德 百善孝为先 练武讲武德 功夫不好可以慢慢学 但没有武德是不行的 看 这个老师的话牢记在心 是的 是不是 是的 所以说今天你要挑战的内容 究竟是什么呢 我要挑战蒙眼睛单手后手翻 超过二十个 蒙眼睛单手连续后手翻 超过二十个是吗 是的 就针对这个项目 你练习了有多久 一年多 练习了一年多 那么长时间 是的 超过二十个 那你现在水平这个 曾经达到过二十个吗 没有 然后昨晚上的这个舞台 我想打破自己超越极限 厉害了 厉害了 大声地告诉我们 你对今天的挑战 有没有信心 有 一起说出我们的口号 那就是 多彩少年 奋勇向前 下面是我们的一号少年 徐静昊的挑战时刻 有请裁判员隋天琦 宣读挑战规则 少年挑战者徐静昊 本轮挑战项目为 蒙眼单手后手翻 挑战规则如下 一 全程动作规范标准 二 连续单手后手翻 仅用右手出地 三 全程蒙住双眼 四 在舞台中央 两米宽的长条形赛道上 连续完成数量超过二十个 五 本轮挑战有两次机会 好 请我们的挑战选手做一下准备 也请小宋老师给我们分析一下 徐同学的这个挑战项目的难度在哪里 因为他刚才在做蒙眼和单手的时候 都是如果比如说他刚开始蒙眼但是双手 然后后来成单手他就不蒙眼了 所以他如果把这两个就是同时进行的话 肯定难度非常大 而且还要超过二十个 这确实是对于他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好的 难度系数叠加 所以升级了 给我们的隋老师也来解读一下这个挑战的难度 这个挑战的难度在于它是直线的 它不能出直线外 出直线外就算挑战失败 没错我们之所以给有这样的一个规定的区域 也就是说他的身体是不能够完全的出我们规定的这个范围的 手稍微出一点点是可以的 但如果身体的大部分出了我们规定的这个区域 那么挑战就视为无效了对吧 蒙起眼睛如何来保持这个平衡 还有对他这个身体的力量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来 小伙子 请佩戴眼罩 到我们的起点做准备 准备好了 先示意我们 可以了 好的 请戴好眼罩 请听裁判员的口令 我宣布 挑战 开始 厉害 厉害 小伙子 来 怎么样 还好吧 这样 我们共同也通过慢动作 再来欣赏一下小伙子的表现 也请我们的两位裁判员 共同再来确认一下 刚才的最终成绩 好的 下面有请我们的裁判员 来宣布挑战结果 徐晋昊挑战猛眼 连续单手后手翻超过20个 现场成绩为26个 全程动作规范 符合挑战规则 达到挑战要求 判定结果有效 裁判员宋翠芳 好 所以在这里 我们要大声地宣布 徐晋昊同学 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 挑战成功 恭喜您 也谢谢我们的两位裁判员 谢谢 谢谢二位 谢谢二位 我们的工夫少年 徐晋昊 首先恭喜你今天挑战成功 我非常喜欢你的说话方式 叫铿锵有力 我也喜欢你今天舞台上所有的这种功夫的这种表现 干净利落 我喜欢你这种自信 还有这种霸气 我们都能感受到你对武术的热爱 也能感觉到你对自己练习武术的那种骄傲 所以愿你永远保持这一份热爱 愿你能够一直的骄傲下去 加油 徐晋昊 谢谢 谢谢 我看到网络上你又说你想成为一名特种兵 对吧 遇到 因为我曾经也是一名军人 所以说当我看到你这么小的年纪 能有这么一个目标 想为国家做贡献 希望你这一段历程 会为你以后追求的目标也好 梦想也好 奠定一定的基础 一个孩子 能这么努力的每天提前两小时到武馆 去加强训练 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 我就想起来李大钊说的一句话 他说 凡做事需要脚踏实地的功夫 不迟于空想 不务于虚声 唯以求真的态度去做踏实的功夫 这样呢 以这个态度去做事 那功可成就 以这样的态度去求学 则真理可明 所以未来的特种兵 有你 我们就踏实了 加油 谢谢 谢谢 谢谢几位老师 真的是我觉得 现在的孩子都要 多多地向我们的小静浩来学习 对 正所谓少年强则中国强 是的 在这里也要特别荣幸地来宣布 我们的徐静浩同学 成功入围多彩少年 2023年度的 少年英雄房 我已经学习街舞四年了 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是幸运的 我觉得我就是一名超级幸运儿 他是一个冉冉生奇的新星 接下来即将上场的二号挑战者呢 应该说也是一位街舞高手 而且呢是妥妥的一线水准 在他参加过的同年龄段的这个 街舞比赛当中 获得了冠军是32个 有一个外号叫招王 真的有那么厉害吗 赶快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二号挑战者 姓名薛宇 我已经学习街舞四年了 当初呢 爸爸只是想让我学习街舞强身健体 但没想到这个决定 竟会影响我这一生 他让我发现了我的天赋 不论我每天练习多长时间 都不会觉得累 这也越来越坚定了 我想成名一名职业舞者的信心 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是幸运的 我觉得我就是一名超级幸运儿 所以说刚才的介绍上面说了 叫幸运指数爆表 是吧 对 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 的确很幸运 但是有一个就不得而解了 叫发呆指数 而且还八颗幸运 怎么个发呆指数呢 那是我放松自己的一个方式 放松自己 就纯发呆 对 什么都不想 薛宇你在出场之前 我们特别介绍了你 说是你是过 国内少年当中一线的舞者 你觉得我这个介绍 有没有点太夸张的感觉 不夸张还好 不是 就是说你能担得起 担得起这个定位吗 能 能 说实话 看他这个感觉 我觉得特斯文 想象不太出来 他跳起街舞的时候 会是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这个 周森林裁判 对他了解吗 听说过这个少年吗 谢谢 薛宇同学呢 他在江浙湖 然后包括在目前国内的少新生代里面 算是比较强的一位选手 我有关注过他 有看过他的视频 他是一个冉冉生奇的星星 不错 谢谢周老师 周老师对你的评价还是很高的 对他的评价很高 对 所以现在话题还是要回到薛宇同学身上 那么国内一线少年舞者 实力绝对是不一般 赶紧亮出你的大招 让我们见识一下好不好 随便找个人出来对战一下 不就看出来了吗 随便 上来就要对战吗 上来就对战 对 真的吗 对 那你随便找的这个人 该不会就是周森林老师吧 对 对 真的想跟他对战啊 没错 你看这就是咱们少年的这个气魄 来 周老师 那我也邀请我们的王老师一起吧 好 这个事儿我觉得跟我没关系 我们隐藏的舞王是吧 隐藏的舞王还是 不是这个是属于躺枪 周老师我先看一圈好不好 我先看一轮 你先发挥一下好不好 可以 没问题 那就直接进入我们的动物环节了 我好 我好 你 我好 好 好 所以 好 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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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好 我的肩膀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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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太精彩了 而且两位的表情也非常地可爱 对 感觉到互相都特别地欣赏 又非常地享受 后生可未 未来可期 薛宇 对 你说说你跟老师斗舞的感受 感觉非常地爽 他跟我对了三轮 三轮下来 他的动作的内容和音乐的契合度 包括他自己的状态 对这个舞台的状态和舞蹈的态度 我都能够感受得到 所以我跟他彼此之间是有 有回应的 有对抗的 这就是对手与对手之间 真正发自内心的尊重 才会让大家看到如此激烈的舞台 谢谢周老师 没错 谢谢二位 那我们在我们的嘉宾席当中 还有一位隐藏舞王 王舞王现在想不想上来 看了以后特别不想上去 没事 就是 我们可以见走偏锋 就为什么要喊停 就一直跳下去 多好 叫招王是吧 招王 我其实刚刚在仔细地观察 确实有很多大招 是不是周老师 我没看错吧 对 就是我在其他的舞者车上 没看到的一些特殊的技巧 他的结合到一起 你看着会很惊艳 对 就是我冒昧地打听一下 您接下来想学点大招是吗 就是你来都来了对吧 就是 你看隐藏舞王就是不一样 不一样 上来就是奔着大招来的 就敢学大招 好学 但是我这个跟别人要求不一样 就是有没有那种 一看就会 一学还不费的那种招 好像没有 你觉得我能练哪一招 然后一跳出来 就能 哪怕是遇到周老师 也能跟他齐骨相当 好 至于一学费不费 就再说 我先看了再说 一看我就明白了 再来一个大招 好 这个叫做头钻 对 霹雳舞里面的动作 头钻 好 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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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那一个定格 非常的帅 非常的难 这个 这个一看就会吗 飞了 这个看是看会的 就是做不出来 这个就是 我这个发量 也不如当年了 如果 我没事敢这么来一圈 我这头发掉的会更多 没事 我们有帽子 没有 没有 上头飞 这个 我觉得这个不光是头 好像这个 我觉得你的进步的力量 也是要很 要很充足 对 这个脖子颈部的力量 还有那个腰的力量 对 那我这几个地方都不行 从头到脖子到腰 现在没一个好地方 所以这个来不了 就是说这个头转 大招咱们就过 是吧 我觉得这个一般 一般 我觉得这个招不是很大 有没有 有没有就是 还不足以让他出山 有没有比这 不影响发型的 比这更大的招 那我就再教你 我第二个大招 第二个大招 叫什么 飞机跳 飞机跳 我们的手作为一个支撑点 然后去旋转 边旋转边跳 飞机跳 对 单手飞机跳 帅 这个动作非常的有年代感 帅 姐我觉得有 真的帅 不是谁说要学大招来着 我都不知道怎么接话了 我觉得我可以试试 对 这个我看了一下这个动作 大不了就是强烈 不要脸了 不要脸了 我可以试试 愿意试一下 那个 我单手就算了 我试 我两手 只要两手把自己撑起来 我就算了 对 好 听了 来 试一下 试一下 我觉得我可以改良一下 比较 我刚刚突然发现这个平衡点 我好像平衡点不在那个位置 我在好像平衡点在另外一个位置 我改良一下 好像这样可以 这个叫做坚定 可以 这个也可以 换成这个平衡点好多了 我好像还可以在这上面发展一下 可以 可以 这个动作比较适合你 叫什么 我现在特别不坚定 太累了 那个 薛老师这个还行吗 还行 还有吗 那我觉得我还有劲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再升级 第三个大招 抓脚飞跳 叫什么 抓脚飞跳 抓脚飞跳 这个不得了 这个动作 是吗 这个动作非常有难度 到现在国内我也才看到 另外一个小朋友会这个动作 而且他还是学我的 我是那第三个小朋友 来 太难了 太难了 帅 所以前面那个都不算是吗 就后边抓脚那个算是吗 对 这一个动作在原本的基础上 最少升级了三颗星以上 真的 就比刚才的那个动作 对 这个比刚才那个难最少 难那么多 周老师你能不能 能来这个吗 我来不了这个 那我 我一来不了 周老师都来不了 那我来不了理所 对 这个动作的确非常难 我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动作 首先这个动作如果能够 把双脚撑起来 能够这样定 就已经比较困难了 你最少都要花大概三个月到六个月 去学习这个定 OK 定起来过后 如果你能保持平衡性 用手这样去拨 这样去画圈 然后让它旋转起来 不跳 还是不跳的前提下 你最少要六个月以上 又升一级 对又升一级 然后如果你能够这样用手去 不停地支撑去切换 一二一二这样去切换 那又比刚才那个转的要难 第三级 然后到后面 能跳了过后放单手 大家发现没有 刚才她是一只手 一只手跳 这个又比刚才那个拦了三个星 到最后她做的那个抓着脚 去单手再去跳 还能做这么多个 国内刚才她都讲了 不会超过第三个 所以这个动作我都不会 非常了不起 这个动作非常了不起 大家再给她一点掌声吧 这个动作 真的是大招 这个绝对是大招这个 对 就可能很多时候大家看起来 她比较炫酷 然后感觉到好像很轻松的样子 是因为她的能力在这里 她的技术含量就很高 所以大家看起来很干净很清楚 我是舞者 我是霹雳舞者 我知道这个动作很难 对 所以这个动作如果十颗星满星的话 我觉得最少七颗星以上 七颗星了 对 我觉得十一颗星 因为我刚刚体会那个 就支撑起来 我觉得我身体协调性还是还好的 但就起不来 对 我以为我看着是很容易 我以为我能支撑起来最起码 但是真的做不到 你还有吗 当然有 还有大招 有 来 我们再看一眼 再看看 这个不算 那个周老师也做不了 对 我的第四个大招 这个叫宝贝炸弹 有多炸弹 我们来看一看 如果 姐回来吧 炸完了 摄像老师能够允许的话 可以看一下他的慢动作 这个动作比刚才那个要难 是几周 他在空中旋转了两周 只是大家肉眼看起来 对 是感觉就转了一下 他在空中其实旋转了两周 一 二 对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肉眼是看不出来 他的难度有多难 小薛特别可爱的是他不管做多难的动作 他脸上永远都是充满着阳光的那个笑容 你看他自己做得很轻易 很轻松 很放松 实际上含金亮 全在人 这就是好的舞者 我觉得他的舞蹈给我们带来的是赏心悦目 是轻松 是享受 但是其实这个动作难度本身是非常大 这也是一种舞蹈 就让你看了以后觉得你也行 然后你看完以后你来 你来不了 还有吗 你还想再看他 还有吗 必须有 不会是招王 非常多 来 第五个了 第五个大招叫椅子大回环 好 薛宇加油 椅子大回环 帅 这个动作的难度又比刚才那些又要难很多 就简单来讲 首先他能够 大家看刚才看到第一个飞机跳 是不是放这里 他刚才这个是放在侧面 而且是用我们整个肚子的核心的爆发 然后把整个人推飞起来 他每次弹起来是靠腹肌的力量 核心 然后我们的腿 我们的胯 然后再加上我们手臂的力量 然后把整个人推飞起来过后 他不是用手去接 他是用轴去接 所以这个动作 比刚才那个要难很多 所以要带一个护肘 对 就是我其实非常疼 我其实刚刚是 就是在地上做了几个动作 就是每个介绍地面都非常疼 就是可想他那每次弹起来 再落下的时候 每一个那个关节点都会非常的疼 这个就是很好的禅数的那一句话 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而且他才练了四年 我觉得我看到了中国街舞的未来 真的 这个如果是十颗星的话 这个动作能够打几颗星 这个动作最少九颗星 最少九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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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周老师 一共五个大招了是吧 五个 难度系数是节节攀升 没错 对的 小宇 中国的街舞 未来就看你们了 好 谢谢周老师 谢谢 刚才我说了 这个薛宇有一个外号叫招王 这个招王不是白来的 如果大家知道他平时是怎么练习的 可能就会觉得特别能够想象到他今天能够得到这样的结果 我们的薛宇同学平均每个月练舞都会练坏一双鞋 对 家里在镇上住 离这个市里边学舞蹈的地方大概有十几公里 对 经常要奔波于镇上和市里来练舞 一到这个周末和节假日的时候 还会住在市里的教练的家里是吗 对 尤其是到休息日的时候 一般每天会练多长时间 给我们介绍一下 从早上九点开始练 一直练到晚上的九点半 太刻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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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今天教练也来了是吗 对 来 教练您好 大家好 我叫阿明 我是薛宇的街舞老师之一 谢谢 街舞老师之一 他有好几个 对 他还有个主教老师 他今天没过来 大爱老师 那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薛同学平时练习街舞的情况 他平时周一至周五的时候 他会让他爸爸等他放学了之后 从家里面送过来 就是晚上七点半 他会练习到九点半 然后再回去 然后在回去的路上 还会把他的作业啊什么的 再给在车上完成掉 然后平时周六日的话 都是基本上都跟我待在一起 就是我负责他的一些生活啊 然后还有一些接送啊 因为他爸妈比较忙嘛 所以就基本上都是我负责他这一些 从他刚开始跳舞到现在 已经带他带了有将近四年了吧 从他开始到现在就是一直如此的 以前的话只是比较喜欢 现在的话能算得上是热爱了 四年了 其实我觉得小薛同学接触街舞的时间 并不算长 而且他九岁等于说是 才开始学习街舞啊 对 在很多喜欢街舞的这个小朋友当中 年纪也算比较大了啊 你觉得自己的变化在哪儿 其实还没学街舞之前 身体条件非常的差 然后就会老子生病 然后在学校里面也没多少认识 有的时候可能也不好交流 然后呢自从学了街舞之后 我身体变得非常的强壮 然后学校里面也结交了很多粮食一流 然后甚至老师都跟我成了朋友了 我记得你刚才说自己学习街舞 是爸爸妈妈给了你很大的支持 他们帮你找到了自己的这个爱好 他们是从事的工作跟街舞有关系吗 他们只是工厂里那种普通的员工 但是他们看到我喜欢了跳舞 然后也有一定的天赋 然后他们就像支持我学习一样 支持我跳舞 我觉得爸妈也特别了不起啊 这个多年如一日的支持你 像刚才教练介绍的 每天都要接送 这一天两天容易 常年累月的坚持还是非常难的 也感谢爸妈妈对你的这个支持 好吗 对 继续加油 谢谢王琪 谢谢周老师 谢谢 我觉得轩宇同学 今天这个状态还是很不错的 对 你看一系列的展示 我们真的是感受到了 什么是招王 厉害厉害厉害 怎么样现在累不累 不累 不累啊 体力也非常的棒啊 对 那接下来我们非常期待 你今天将会给我们带来 怎样的挑战内容 今天我要挑战 连续完成20圈以上椅子大回环 20圈以上的椅子大回环 对 之前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多 在国内我也没有见过 哪个小伙伴做过这么多 这就是招王的自信所在 没错 这就是我们的多彩少年 期待着你的精彩表现 一起说出我们的口号 那就是 多彩少年奋勇向前 下面是少年挑战者薛宇的挑战环节 我们首先有请裁判周森林来宣读挑战规则 少年挑战者薛宇本轮挑战项目为街舞动作 已知大回环挑战规则如下 一全程动作规范标准 二挑战者小臂着地 身体悬空自转360度即为一个完整动作 三动作需连贯不停顿完成挑战期间双脚不能着地 四连续完成数量需超过20个 五本轮挑战共有两次机会 好的我们请薛宇同学先简单的热热身做一个准备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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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再次的调整到最佳的一个状态 来对你自己的中医挑战发起最后的冲击 好 已经准备好了 来 请听排判员的口令 第一次挑战开始 请准备 三 二 一 开始 好的 我们看到进行的还是比较顺利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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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宇 好的 太棒了 真的是为薛宇高兴 这样我们看一下回放 再来统计一下最后的结果 好吗 好 我们看到整个这个动作还是非常地流畅 看得出来基本功是很扎实的 也请我们的裁判员再次地核对一下最终的成绩 好 恭喜我们的薛宇同学实在是太厉害了 太棒了 23个 对 和你的目标相比超过了三个 今天觉得自己发挥怎么样 挺傲的 我觉得有点面不改色 心不跳的状态 还是很有实力的 那么请我们的周森林裁判来宣布最终的挑战 结果 薛宇挑战街舞动作以致大回环 连续完成超过20个 全程动作规范 符合挑战规则 达到挑战目标 判定挑战结果有效 裁判员周森林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大声地宣布 薛宇同学在多彩少年的舞台上 挑战成功 再次恭喜 也谢谢我们的周裁判 谢谢 谢谢 真是替薛宇同学感到开心 非常厉害 是的 不知道我们的各位老师 有什么对薛宇同学想说的话吗 你的表现特别地云淡风轻 但是从你每个月一双鞋 一年365天天天坚持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你的云淡风轻背后 是你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所以这样的举重若轻 让我特别赞赏 我想这就是我们多彩少年的 这种精神面貌吧 向你学习 谢谢 谢谢各位老师 在这里也特别高兴地宣布 我们的薛宇同学成功入围 给我们多彩少年2023年度的 少年英雄榜 我们就要开启多彩少年的特别节目 高能积极 非常的轻松 我自藤刀向天笑 十二个一拉罐准飞棒 这一期多彩少年已经接近尾声了 功夫少年徐静浩 以及街舞少年薛宇 相信都让您过目不忘吧 是的 我们要感谢现场的各位老师 一起来助力两位少年的梦想 也祝电视机前的你前途四海光芒万丈 来吧 加入我们吧 多彩少年奋勇向前 多彩少年奋勇向前 多彩少年奋勇向前